2700多人啊 十几捧花我最开心 要人人损花气氛就不对啊 要不说千万别惹德云社的捧根 孙岳一句话就能反杀岳云旁 不仅是在台上替观众说话 在岳岳拿包袱调侃自己的时候 孙岳也能用七个字完美反击 好了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 在这个隔壁 什么叫隔壁 在隔壁吗 隔壁哪 北京动物园啊 养大象 大象都跟人养瘦了 没有啊 不赖我 好了从动物园出来 因为大象实在是太瘦了 大象给我写的辞职报告 大象替他写的辞职报告 大象说你走吧 大象说别让他养我了 我受不了了 走走走走 他都是大象说的 大象说你看我都守着什么样了 走走走 他大象就胖脸 还得是孙岳啊 一边配合月月翻包袱 一边还能拿话调侃自家搭档 哪怕是在台上调侃观众 孙岳也能三言两语的斗笑全场 看吧千万别想在语言上赢过相声演员 无论是反应速度还是语言犀利程度都远超我们 毕竟要想在台上给大家带来婚乐 这两样那是缺一不可大 毕竟在提到大象的时候 孙岳也能用一句话斗笑全场 很多朋友都说孙岳养大象 我们以为只是一个包袱呢 其实是真的 对 养了十年的大象 大象越来越瘦 你看 很多那个照片上 看大象一个骨瘦如柴 孙岳坐大象边上 跟他比我还嫌胖呢 当然了 在德文社的捧根演员中 也有被自家搭档戏耍他 两手的食指 两手食指做对接 对接 看你能不能 两个食指交叉上 能触碰呢 好 还可以 不能看 这个问题来了 我能问你问题 嘴也不能乱 手也不能乱 都答案来 算你聪明 快来吧 我都等不了了 你叫什么名字 梁赫杰 多大岁数了 38 有病吗 没病 那你干嘛呢 38 38 能这么配合张和伦的 也就狼和颜这一位了吧 毕竟在舞台上 被坑着学傻子 狼和颜也算是 德文社里少有的 但您别看这会儿 狼和颜被坑 早前伤眼的时候 狼和颜下意识的硬枪 反倒让张和伦占了便宜 嘴在前面飞 脑子在后面追 狼和颜怕是也没想到 自己的嘴能这么快 但风水轮流转 狼和颜在台上 也没少占张和伦的便宜 我常受的秘诀吗 我常受的秘诀 就是给儿子捧根 你先这种风格 我先越来越喜欢了 是吧 一般儿子都崇拜爹 张赶着把包袱砸此事 张和伦这离谱操作 也是第一次见 毕竟在德文社的舞台上 主动被占便宜的 少之又少 哪怕是一向反应快的孙悦 也是在老两口的忽悠下 被占便宜 你上你岳父家 去进门你瞧你岳父 你喊 爸爸 可是他不是你的岳父了 也不是皇上 他就如同是你的 爸爸 对 怎么还有灰音呢 果然但凡场上有第三个人 无论是高峰 孙悦或者是徒弟们 老两口的默契程度 都能出奇地一致 毕竟就算是唱歌戏 孙悦都逃不掉 被占便宜的命运 我是你妈 可以 我是药缸 是我 你是我 是我 你是我的 是我 我是你爹 差不多了就行了 你可是药缸 是我 你是我 是我 我是你妈 从郭老师到千大爷 孙悦也是没想到 泽家好不容易和师哥们同台 就被他俩这般占便宜 尤其是千大爷的这句 我是你妈 算是让孙悦彻底破防 毕竟和月月一起演出的时候 被占便宜的可都是月月 您喜欢这样的德云社吗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九良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